欢迎收看华视三国演义 我是石板明夫 现在国内形势 国际形势非常复杂 那么台湾的总统大选也渐入白热化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资深媒体人杨宪洪大哥 杨大哥你好 是石板先生好 还有前国大代表黄鹏啸大哥也在现场 大家好 石板好 杨文哥好 是 鹏啸大哥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最近国际形势 比如说韩国的尹锡悦到了美国 好像最近也有一连串的韩国本来战队是站在中国这边的 现在又站到美国这边去了 那么台湾前不久 这个蔡英文总统去了美国 然后应该是台美关系又往前走了一步 但是说这个马英九前总统又跑到中国去 然后好像他说九二共识又活回来了 那么我们很明显好像台湾是中美的这个代理战争的 的舞台发生在台湾 关于这一点杨大哥你怎么看 我看没有九二共识 现在倒是有2023共识 这个共识特别是隐穴的华盛顿宣言就代表 然后再加上小马克斯菲律宾总统的谈话 那不用讲岸田文雄 那这个是常在的 那这里头很多人在问说 为什么这些国家忽然对这些事情这么热心 那因为我去年七月在华盛顿一场会议里头 我受邀讲一个 因为当时候台湾的议题已经很热 所以华盛顿朋友就说可不可以讲一下 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叫做Why Taiwan Matters 为什么台湾重要 那要讲为什么台湾重要 我就想说在那个地方 我只有一个方法 我就提出 我说其实大家关心台湾 也同时关音再加两个字 就是台湾海峡 那当时我就列出一组数据 说台湾的ADIG通过的飞机 每一年统计是170万架飞机 中间有一半是载货的 海上跑的船55万艘 可以说90%载货 那这里头代表多少GDP 全世界 我当时做了一个估计50% 后来我看那个Blinken 开始到处讲的时候 他也讲这个数据 那因为后来我在Waterson Stand 在华盛顿一个Deep State 大家会看的网站 我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 我也把这些数据都讲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当时候纽约时报 有一篇报导 就说中共看起来 好像会打台湾 所以他写说 Are you ready Taiwanese? 他说台湾人你准备好没有? 我讲完这个以后 我就问说 Are you ready American? 说美国人你准备好没有? 因为你的GDP大部分在这里 所以这时候韩国、日本、菲律宾 所有人的GDP都通过这里 那当时候当然在问答的时候 有一些背景 我看是华尔街的VC 这个Venture Capital 人就问我说 那这个为什么华尔街的人 不谈这个问题 那我就说都被中共收买 这个问题 那后来我就讲说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我当时很大胆讲的一件事情 当然大部分人都还蛮接受的说 我说中共想打台湾是假议题 它真正要的是 拿下你们的生命线 然后未来 坐在那里坐三大王 留下买路线 跟你们要东西 这个比较现实 那所以呢 但是他不能说 我要打台湾海峡 他稍微漏一点口风 说台湾海峡是他的内海 马上就全世界抗议 他受不了 马上收回去 但是他就制造一个理由 说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他会收乎不可 讲了一副什么民主大义的样子 都假的 真正的目的是要 把这个海峡控制起来 那我就说这个 我说我这个说法 就我的言论自由 我这样分析 那你们美国朋友 或欧洲朋友 接受不接受在你们 那但是你要小心 我台湾如果被攻击 之前是你的生命线 先被砍断 大家要想到这一点 那我当然很高兴 7月 那个数字我也丢出来了 那也在华盛顿发表这个文章 看起来很多人 愿意接受这个说法 那因为这个比较合理 因为很多人 就移美论 什么论 你怎么会移美论 你怎么会移欧论 移日论 他的利益经过这里 中共要打这里的时候 就切断了他的经济生命线 他不跟他拼才怪 我讲的是这个 那至于台湾 我说 我讲这个事很有意思 我说台湾从1949到现在 就帮全世界守的这个海峡 已经守了很多年了 你们终于知道台湾的苦心 所以现在如果要一起来守 这个地方台湾 欢迎 我的说法是这个 所以中共现在要怎么办 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事实上 在我们所讲过的这个飞机 船 也有一部分是他的 如果他要打 你知道我也估计过 他如果要这样动的话 他的GDP 中间也接近超过40% 就当场回了 那这个也怪 他要打这个 他要打台湾 其实要自商先 自己先上一套糊涂 所以这场战争怎么说 所以有人讲 我觉得那一句话 讲得太好了 中共武力换台日 就是亡国亡当时 合理 对吧 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合理 所以地缘政治 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我讲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查 都可以议论 那如果从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必讲说 台湾跟这个 大家是不是人意之邦 大家是认为 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一定要保护 讲起来当然是非常崇高 很深远 可是大家比较听得懂的是 是170万架危机 跟55万艘船 就当下就被全部停了 那就现在好像有 其他有其他国家 说台湾海峡如果被打 全世界经济全部都停止 合理 对不对 因为这里头所通过的经济利益 虽然它的产值只占50% 可是刚好是你们的 所有的生命线连接的地方 所以这个被停了 其他50%也停了 所以是全世界都停了 那谁可以接受这个答案 黄大哥 您觉得怎么样 现在有人说2027怎么样 也许是被烟耸听 但是说您觉得有可能吗 刚才示范一开始就讲 最近这几年来 国际情势的变化非常大 那套句习近平的话 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 的确这几年的 以我这样的一个 走过台湾最死硬的优谷 我们跟美国断交 退出联合国 然后817公报 美国会断绝我们的武器 这样一系列的岁月以后 真的做梦都没想到 今天台湾迎来了 如此的一个高光时刻 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 都站在我们的背后 都跟中国say no 我觉得这一点 就使得我们对台湾 要有一个重新的自我认定 我觉得这个 现在国共之间 又再重新的 想要再建立起 所谓的九二共识 这样的一个不存在的共识 我觉得国民党 因为我过去也是国民党 对不对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离开国民党 不是我离开国民党 是国民党离开我们 国民党离开了他原有的 那样的一个反共的宗旨 对不对 梁蒋在的话 他会觉得你莫名其妙 如果当初蒋经国 能够看到今天 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他在坟里面都跳出来 高兴死了 对不对 那么国民党反而在那边 你看 韩国 菲律宾 通通选择说 站队美国 为什么 他们不是不想两边讨好 他们不是不想左右逢源 因为怎么样 形势比人强 现在的形势 越来越明确 你没有你齐强的空间 韩国最明显的例子 跟中国这么接近 关系这么密切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改变 就是因为说 你不做改变的话 除了说在整个战略形势上 你会面临到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 在整个科技的领域 商业的领域 你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不跟美国站队 你的三星 不要说你现在晶片已经落后台湾了 对不对 哪怕你再怎么弄 将来你可能在整个自由世界的市场上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趋势非常明白 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谢弘兄他讲了 从整个的这个国际的形势上来讲这个问题 我是军人出身的 这个我读过政战学校 海军战队学校 特战学校 步比学校 所以三军大学 我从一个军事的角度来探讨 米利讲的 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岛屿 而且这个山是怎么样 正好都是南北走向 中国要打台湾 是什么 是由西举东 从西边打到东边来 然后正好我们南北走向的这些山脉 或者这个地形 使得它成为一个养工 这个对于军事作战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 不要以为台湾海峡 好像只有百来公里 不是很宽 但是你看地涅薄河 只不过几百公尺 对不对 你光地涅薄河要渡河 都很困难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有一些的 这个大陆的一些水炮专家 他没有军事上的实际的实物 不了解说 尤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你要渡海作战 太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军事上面 米利就讲 他说中国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而且也很难站得住脚 这真的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曾经跟 以前我们在缅北的一个游击队的投资 聊过天 我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经营毒品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养军是很贵的 他说现在的武器 那枪 一抠一两百发子弹 就没了 这一两百发子弹 代表什么 都是钞票 他说我们不经营这个 这个因素的话 没有办法维持 我第一次 第一次这么确实的了解 原来如此 你看所以中共要打台湾 你有多少 你有这个武器 第一个 你会消耗得很快 消耗很快 代表说 你的后勤补给 跟不上的话 你登陆多少部队 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军事上面 其实中国也很了解 中国的真正的战略的方向是什么 第一个 做战略上 它是持久战 然后呢 最主要它放在哪里 蚕食南海 因为我们看 刚才讲 这个经过台湾海峡 有多少 但是更重要 如果今天 南海在它掌握之下的话 那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 这重要性相对就减少了 对不对 因为它直接在南海 就可以阻截你了 所以它为什么说 在南海弄一些岛礁 然后宣称 是它的领海或什么 那美国为什么不承认 因为你岛礁不能作为领海 或者经济 这个密接区的这种要求 对不对 所以美国的军队 直接就从你岸边就过了 那么 它做这些就跟夏威奇一样 它做这些目的 就希望说哪一天 借着它的航母战斗群 然后构成一个 对于南海的全覆盖 全掌握 所以你看 这一次美非军事演习 联合演习 三月中国派副部长 副外交部长 去跟菲律宾谈 谈不成 菲律宾一跟美国演习 中国外交部长 马上去 从这些动作可以看出来 中国其实很在乎很在乎 是南海问题 所以台海 我认为它只是阳工 因为台海近 弄一下很受注意 因为它太清楚了 因为我 我从几十年前 看大陆的很多的内部资料 我们就知道他们 其实他很清楚台湾的防备 台湾的战力 登陆作战有多难 他很清楚 他也更清楚 人家台湾移美论 最不移美的是中国 最不移美的是习近平 因为他百分之百相信说 美国一定会介入 日本一定会介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在移 移什么移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我们要 什么九二共识 不要再去那边 翻那些乱七八糟的 国民党真的 你争气点嘛 向前看嘛 还在那边搞什么九二共识 现在最需要什么 是台湾共识 是什么 是亚印太共识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我们台湾 能够迎接这个新的局面 然后继续向前走的力量所在 谈到乙美论啊 这个杨大哥常年跟美国打交道 那么我确实我们在外面看 也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力道越来越强 那么其实当时 美国川普总统 和拜登总统选 选总统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很担心 是不是拜登选上以后 就对台湾没有川普那么好的 这个当时是很多人 合理怀疑 对对对 然后呢 马上呢 但是最近看川普又说 不应该支持乌克兰 那么大力 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台湾 又担心 万一他不在上海了的话 因为像拜登 对我们这么好等等 您觉得美国的这个共和两党 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 对台湾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吗 以及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对台湾支持力道有什么不同吗 民主共和两党可能在美国内部政策上 有很多村企 很多不一样 对难民政策 或是多各方面健保政策 可能都不一样的看法 可是对中共的看法是一致的 那这个当然是从川普 他做过总统 他当时有这个看法 那当然也许川普现在讲的一些话 也是他心里话 他其实也不是现在才讲 他以前在那个白宫里头 其实我看这个博明也好 或几个这个欧布莱恩 他们可能要劝川普说 怎么对付中国 这件事情也是为了很大的力气 就不用讲刚来的波顿 波顿对这个川普 其实是颇有艳缘 就可以看出来川普 现在的川普所讲话就是他的 可是我们就看他在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看起来 他对付共产党 是对付的最彻底的 原因很简单利益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刚刚我提到这个170万架飞机 推过ADIG 你知道那个里头 有多少架747的那个 上面载的iPhone 或是载着这个电子零件的飞机 他所谓的他们这个做贸易的人 有一个叫1001这个数字 1001是100个percent一天交货 100个percent一天交货 这个是电子产品的规格 那你看比如说iPhone 不是同时可以在全世界 二三十个城市 同时announce说开卖吗 请问这怎么干 就是所有的70系飞机 摆在那里 同时飞向这些国家 算好同样一个时间 同时announce 对不对 这是1001 这个我告诉你 很多飞机都飞过台湾 所以最近我看那个谁 布林肯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他说 以台湾海峡运过的东西里头 从你手上的手机 一直到你家的冰箱跟洗衣机 都受影响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如果不关心台湾的问题的话 连你的家 你的生活都受影响 这个是有说服力的 那55万艘船在什么 在煤 在石油 在散装货柜 货柜 在化学 化学叫chemicals 化学轮 这些都是你每天的需求 都通过台湾海峡 那请问这可以断吗 我把它加强 170万加55万除以365 每天有6000个烧次跟架次 飞过这个地方 给他打一天这样都不行 前一阵子不是说 中共后来只好承认说 他们搞个乌龙 说什么发射火箭或残海 会掉在那个地方 他本来要轰三天 对不对 一讲话 马上全世界 怎么可以给你轰三天 我的意思就是 当时候的数字 我刚讲的数字 三天就是6000乘3 就是有一万八个船 船骑被你误了 误三天还得了 对 后来不是改成什么 27分钟吗 对 意思就是这样 这个海域你动不得 不能动 刚刚彭教大哥在讲说这个战争 讲到台湾 我的心里想说 你怎么穿过这个 你怎么穿过来 这个很忙 这个海域很忙 那你怎么处理 所以我想美国在这一部分 其实连华尔街最近 我有注意华尔街 最近的这些言论 很多包括美国那些言论 照过去几年 华尔街绝对是变成中共传声筒 现在都不讲话了 为什么 不是因为美国政策已定 是他开始了解说 原来我的利益都在这里 你中共要打这个地方 我就血本无回 这不可以 所以这个我认为不太会改变 即便是 我的看法是 从现在开始 这新的一个时代 就是战略清晰的时代 是共和民主两党战略都清晰 最近我所知道的非常多的 包括情报安全委员会 包括中国调查委员会 包括联合国相关的 组织的美国国会的委员会 全部都是两党一致意见 而且每次投票都是多少比零 没有人反对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谁选上总统 我认为都不会改变 彭乔大哥也是常年观察台美关系的 你也觉得从美国 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这个很明显 这个已经非常 美国等于是说 把这个牌翻开来给你打 而且也告诉你说 如果你怎么样军事行动 我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因为我跟各位讲 这个美国的军官 特别是将官 他们的发言是非常有纪律的 第一个 你不能够随便去发表你的政治主张 包括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属于政治主张 不是你能管的 所以哪怕也是迈克阿瑟 当他发表的 跟美国总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立刻被解释 这个美国军人没有哪一个会提出什么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他预约了一个军人的 你的 这个 这个 你应有的分野 那你看现在的美军的一些将领 直接讲说 我要怎么打 我要怎么样切断你的后勤补给 中国有多少的目标 我们可以摧毁 然后 甚至于说 你的这个战略核武放哪里 放哪里 指挥官是谁 哪一个 他摆明的跟你讲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将领们如此的放肆 为什么 这代表说 美国的政策非常非常清晰 所以习近平心里面也很清晰 现在不清晰的是谁 中国国民党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还在那边搞暧昧 还九二共识 你还跟他共识什么 全世界都不跟他有共识了 只有你在那边 偷了按来按去的 国共合作 搞什么鬼 真的 我觉得国民党这样做 第一个 非常不治 你 孙中山先生讲 世界潮流浩浩浩浩 顺之者仓 逆之者亡 你这个逆的潮流走 以你目前国民党的这种状况 你会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吗 所以我觉得说 作为一个老国民党党员 老的中央的干部 我真的要奉献我们国民党的 这些 这个所谓的同志们 不要犯糊涂 犯糊涂的话 那真的是 枉费了过去孙中山也好 梁蒋也好 如何的维持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 事实上国民党里面 知美派应是很多的 很多都是留美回来的 我也觉得很遗憾的是 是什么东西 蒙蔽了你 应该有的 那个知识 应该有的尝试呢 对不对 这样下去 真的也断送了 你们的 这个学术上面 甚至于说 在知识界上面的 应有的地位 那么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还好 今天我们台湾最强大的 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国民党 而是公民社会 我们的公民社会 既强大 又非常的健康 所以 即便说 我们的媒体一大堆 都是一片赤话 但是 你看 每年 反对统一的 越来越多 现在 百分之九十几 你国民党还在那边搞什么 一中 真的是 根本背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 而且 也可以看出 我们台湾 幸亏我们的公民社会 如此的 有知识 如此的有判断力 这才是台湾 最大的安全 跟未来发展的保证 好 那我们 我们现在想知道 就是美国对 这个台湾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很重要的一个是因为 这个 蔡英文总统 这几年 他和美国的互动非常好 建立一个 就是非常强的 互信关系 那么 现在民进党的 这个接班人 是赖清德副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在台湾的政治光谱里边 要比蔡英文总统 更独很多 这个定位不太一样 那么 赖清德总统 也说过 就是说 我们继承 这个蔡英文的路线 但是说 有的人提出 他在讲话的时候 蔡英文讲的是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复部隶属 这个赖清德 有时候会讲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复部隶属 或者是 就是说 蔡英文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的时候 赖清德会说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等等等等 就是说 会有人说 美国对赖清德可能还不太放心 等等等等 这些言论 对这一点 您认为 美国对赖副总统 我2020年 就是他刚当选以后 二月他不是访问美国吗 赖清德副总统 对 那一次我有陪他去 OK 也知道整个美国 我想他要去之前的蔡英文总统非常关切 说美国方面 因为对当时候他是所谓的Vice President Elect 他是属于副总统当选人 以当时候的政治气氛 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所谓的五黑名单之一 虽然他还是Elect而已 可是有可能被判定为这个 所以行前 我知道我们帮他安排这个事情的美国朋友 有特别 因为他原来的身份 他去参加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 就是国家早餐祈祷会 这个早餐祈祷会是美国的两党议员 共和民主两党的参众议员 一起邀请的 当然后面还有国务院会要帮忙 那就说要邀谁来 基本上是很自由 可是台湾是属于Sensitive 所以到最后是蓬佩奥办公室 敲板 就是说一开始去的名字 因为他是在前一年九月的时候 2019年九月的时候 就已经报名说要参加 当时的身份是前行政院长 OK 从前总统 但是问题是要去的二月 是已经Bice President Elect 所以需要稍微问一下 所以有 当时候从台北打电话出去 去问 很快就回答 蓬佩奥办公室当时说 Even Better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当然是从某种程度来看 包括蓬佩奥后来来台湾 他的言论 甚至于他主张台湾跟美国 要赶快建交 所以表示他在位的时候 他已经深知 中共的问题 以及要怎么样 对台湾好的问题 一定要有一个 这种机会去表达 所以他以Bice President Elect 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我看整个美国的国安 或是礼遇这些东西 都是对他非常的 后来当时的AIT处长 Chris Townsend 他现在离开了 当时赖清德 当时副总统回来了以后 他当时不是就是 萧美琴陪他去 后来就在 他的官邸 就在帝宝里头 宴请他们 由Chris Townsend 来告诉赖清德说 我现在来告诉你的事 你这一次去美国 非常的成功 我现在告诉你有多少的单位 告诉你说 他们非常喜欢你的谈话 因为他有在 美国国会里头 干爱离听 做了一场演讲 不过算是短讲 大概总长度大概十分钟 以内的短讲 用英文整个直接 跟美国 那时候坐在底下 大概有二十个国家 大概三百多个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oundtable的人 包括美国的一些众员 在 所以我的观察 从这里头看到 那样的礼遇 然后这样的亲切交谈 而且他也进入白宫 所以那一次里头 大家都看到一张大照片 他跟萧美琴 还有我们当时的驻美代表 史丹利高 一起从白宫走出来 的那个镜头 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后来这个四年的时间 我理解的是非常多的 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 官员来台湾 他只是没有声张而已 就是说都有去拜访副总统 所以这四年时间 我认为也都把他原来 在美国的这个经验值 都已经扩大 所以我不认为有这个疑虑 美国对他没有任何的疑虑 这样承认 那当然我也必须讲 美国事实上 我这样说了 很多人讲说台独台独 混淆了一件事情 那个我们从中共来讲 中共说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 反对台独 是这样 美国是说我也反对台独 可是他说的是台湾 应该是美国的一部分 是反对台独 这两个反对台独的意念不一样 至于赖清德 是属于美国喜欢的台独 因为他没有 他跟美国关系很好 只要 因为美国很担心台湾独立的原因 是你独立出去 有很难保护你 甚至于我的台湾关系法 在你独立的状况底下 会没用 所以这是美国的关切 所以美国对于说 他们不支持台独的原因 是你如果宣布台独 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我怎么保护你 是这个原因 跟中共说 你这是台独 我要打你 这不一样 这两个不同的 对台独的概念 那这个是我多年 在美国的国会 跟他们交换意见的时候 得到的感受 台湾当然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这是毫无疑问 只是你不能离美国太远 只是这样而已 你不要说台湾 日本也不行 对不对 日本可以离开美国太远吗 现在韩国终于知道 它也不可以离开美国太远 对不对 菲律宾也更清楚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这几个国家 包括今天的欧盟 包括欧洲的几个 现在三十几个国家 在北约结构底下 可以离开美国太远吗 不能 但是台湾未来的地位 要怎么去处理 我相信美国也有一定的看法 日本就是历史上有几个首相 对 跟美国保持距离以后 就不明不白的就被打起来 对 有这种 对 有这个问题 对 黄大哥 那我觉得中国怎么看台湾的这几个候选人 就是说 首先我觉得过去台湾经常玩一些文字游戏 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是台湾 或者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是捍卫中华民国 讲很多 但是说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已经不管你 只要你不承认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的一部分 那你就是台独 所以说他中国变得简单明快之后 反而台湾的 我觉得这些主张 您觉得就是爱卿德的主张跟蔡英文 包括另外国民党的主张 怎么样 中国能相信吗 对 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 这个台独的问题 那么问题在哪 因为定义 何谓台独 对不对 因为按照中国的定义 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宽大无边 那不是说对待你很好 宽大无边 而是说台独的定义宽大无边 什么叫宽大无边 他说你是台独 你就是台独 我最近在大陆网站看到 批评连胜文是犯台独 对 对不对 然后我在脸书上发表 然后台湾的报纸媒体 也引用我的报道 然后我在看 大陆没有删帖 以大陆的这种网络的管理 他有的时候很快就删帖了 但是他没有删帖 这代表说 这个在大陆的言语 独台不独 所有的国民党 民进党 什么党 都是台独了 只不过有的叫华独 有的叫做独台 然后现在新出来的叫贩独 他一个都不信任 坦白讲 一个都不信任 投降才信任 跪下来才信任 把自己活蹦的就先 你投降 而且还要把自己头颅献上 对不对 他才安心了 提头去见 所以我经常在讲说 我的那些过去军中的同袍 一些老长官 这些 真的是 你们白受了这么多反共教育 对不对 第一个不信任的 就是我们这些军校毕业的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现在非常的反对台独 什么什么 没有用 他哪知道 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在他们眼里 你们都是 特别是 你这些军校毕业的 你们有组织 你们有 这个 这个 有力量 我更是第一个要铲除的 对不对 所以说 真的我们大家 要搞清楚一点 这就像什么 你看俄罗斯打乌克兰 他说要什么 去纳粹化 坦白讲 在这之前 哪个听过说 这个乌克兰有纳粹的 对不对 因为 俄罗斯的定义是什么 你只要反对 跟俄罗斯交好 你只要反对 这个前苏联的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的 你就叫纳粹 一样的道理 那个周恩斯基是犹太人嘛 也被称为纳粹分子 所以说 一样的道理 你只要不接受中国统一的 你就叫台独 所以我也很荣幸 被列为所谓的台独分子 对不对 我说实在 这个 我爸爸知道的话 就是本体跳出来说 抗议啊 对不对 我怎么会是台独呢 对不对 但是中共的定义是 我就是台独啊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独吧 对不对 因为说实在现在 第一个 大家不认为说 台独就是一个负面名词 反而台独 这个名词 反而代表说 你对台湾的忠贞是不容置疑的 对不对 反而认为说 这个是对台湾最忠诚的才叫台独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你看 所以现在赖清德的问题 他说他是务实的台独 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在政坛上引起一阵的哗然 不过我觉得这几年 你看 虽然他有时候讲说 我们台湾跟中国是互不隶属或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听了 不会觉得很刺耳 为什么 大家已经很习惯说 不管台湾也好 或中华民国也好 反而觉得中华民国很拗口嘛 对不对 年轻人哪个都不是台湾台湾 但是你他一样认同中华民国 这个国号跟国旗啊 他也认为说 我也没有必要改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是说 台独变成一个形容词 形容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所以不是所谓的 这个法律上或者政治上 那美国反对的台独是什么 美国反对的台独是法理台独 所以前几年 这个喜乐岛政团 有一些这个过去所谓的 生日的团体 大家说 我们现在在国会过半了 我们来一个台独公投 那个时候美国就跳出来 他说他不支持 他反对 为什么 会造成法理台独 而蔡英文也是 第一个他严格约束 党内的立法委员 绝对不能够参加联署 党内的党公职员 绝对不能参加喜乐岛的活动 为什么 就是因为说他必须要跟这些法理台独要做一个切割 避免让美国陷入尴尬 同时也会增加中共的这个发起危机的借口 所以我觉得说蔡英文走了这个路线 那么当然在民进党内引起一些批评 骂他最凶的反而是真正的台独 所以你说蔡英文是台独 不是很冤枉他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这个 我们第一个要统一的是什么 民进党要统一 对不对 因为民进党内 坦白讲 就是因为 各种各样见解 因为对于所谓的台独党纲的问题 对于这个路线的问题 还是有一些的不同意见 但是不过我觉得说 慢慢的大家越来越务实了 还是认为说 一定要保有本土政权才是最根本 那么时间这个延续下去 我们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 你不要喊 我来帮你推 所以台湾旅行法 我是说让台湾旅行在向台独的道路上走 对不对 因为这个美国常常讲 你不要给我surprise 你做任何事情 因为最后会牵连到我 我要为你的行为去负责 这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台湾的政治人物也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了解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现象 我们真的是要彻底的要信任美国 我觉得以美国现在的整个的外交国际的战略 跟我们基本上是高度吻合的 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说 这几年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如此的密切 而且这个密切真的是远远超过了所谓中华民国这一百多年来的界限 我并不认为美国和日本反对台独 但是说现在台湾还没有完全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这个时候如果台海有事 比如说日本说 日本要介入的话 日本要说服自己的国民 但是说台海有事的原因责任有一半在台湾身上 因为台湾宣布独立了 所以中国打过来了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要说服国民 我们日本要派兵或者是参入 这个日本政府很尴尬 国民觉得凭什么要弄 所以说如果说台湾是百分之百无辜的 中国就打过去了 那日本舆论觉得那怎么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明天就打日本了 所以说日本再怎么支持的话 这个民意就比较好弄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一个美国 我认为美国其实他觉得我不反对台独 但是你按我的节奏 等我准备好了 我跟你说可以往前走一步 你可以背台独 对你再走 但是说不能说我还没准备好 你往前迈了一大步 弄得我很被动 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关系 那杨大哥您觉得台独的前景会怎么样 我想是台湾一定会独立的 一定会 这个我想台独主张的朋友 我常跟他们讲 我说与其一天到晚在那边说要主张台独怎样 那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觉得台独以后你要做什么 想一下 想一下台独以后 你想一辈子是想台独 那请问台独以后要做什么 大家忽然头脑一空 那我说难道你只是想要建立台湾共和国 这样而已吗 那你对这个世界不想有贡献吗 所以我的建议是 我独派的朋友们 你们 我们把宣布台独立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放到未来的一个目标 那一定会成功 可是现在先来做一些 你认为台独了以后 你要做什么 尽量去做正面的事情 那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现在在做人权 那请问台湾如果真正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中国的民众还在受人权压迫很厉害的时候 请问你当时候台湾独立的国家 你帮不帮忙 我插个口 插句话 刚才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同样也是 中国的朋友们 你也要想一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 然后呢 然后呢 对不对 所以一样 其实我再有几次 独派大家一起聚会 然后请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请他们说 等一下请你写一下 台独以后你想做什么 结果考导大家 我的意思是说 当如果你花心思去想说 那我要做这些事情 那你就会发现说 好多事情不必等到台独 现在就可以做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对不对 所以你 但是我一个逻辑就是 你把这些事情做好 台湾就正式独立了 对 你都不做 所以台湾独立 看起来好像很遥远 因为所有人都想要知道 包括美国 包括其实所有国家 都想知道你台独以后 想做什么 那你就现在做 比如说 我们就是台独以后 我们绝对亲美 那我们跟美国关系 没有美美论 那你就表现出来 那你对人权 你很关心 那中国有人被迫害 包括像户查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请问你是台湾共和国的时候 你怎样 你当然要救户查 毫无疑问 就是说你尽量去做这些事情 让大家体认他说 原来台独主张者 是有这样 这么伟大的情操 而且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那就台湾独立 台湾的独立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很特殊的历史进程 就是我们必须做足所有 台湾做一个独立国家 应该有的 就是那一句话 台湾Can Help 对 那就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 也在讲台湾Can Help 所以这个大家有共同目标 所以现在说 现在暂时的情况 把中华民国跟台湾放在一起 那是一种价值共同的方法 就不要去批评说 你怎么叫中华民国 不是 这就是两个政治的概念 有共同价值观 现在反而是台独 我认为是比较占上风 老师说比较占上风 比较占上风 你就必须说 后来问了一个问题更妙的 我说台独以后 请问你那个钞票 现在你拿出来从台那 那上路写中华民国 我说你们开台独会开了半天 到最后拿钞票出来 还中华民国 我说那你怎么办 我说你要做什么 我说这两个概念之间 在你的生活里头 本来就已经融而为一 所以我们取其中间价值 这是比较对的 我觉得 这个你刚才讲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职能 对 讲到最后 我们要个国家做什么 对 我们不是要个国家来压迫我们 对不对 我们要个国家身上来保护我们 对的 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 让我们能够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保障 让我们的 有更好的发展 那国家就是你 对 所以说 我觉得 二战结束了日本战败以后 麦克阿瑟要日本天皇发表一个人间宣言 对 我觉得这个人间宣言 给很多国家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应该看一看 为什么他要日本天皇发表人间宣言 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神 我就是一个人 那么日本要作为一个人间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神话或神权的国家 就把过去的那种天皇的那种神格 给他人间化 让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我觉得这是很对的 很多国家 特别是侵略别国的这些发起战争的国家 都有一种让国家成为一个距离 让国家成为 他有单独的目的 我们要伟大复兴 我们要强大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No 国家 你看美国 他有什么目标 没有 每年减少失业力 增加GDP 这就是他最主要的功能 所以很业民主的国家 业是小政府 为什么 就是说 国家不是来干预你 不是来统治你的 你才是主人 对 我觉得这个最好 被民族主义绑架 这几天在中国 听的最多一句话 他就说犯我强悍者 虽远必诸 关你什么事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例子 台湾不能学这样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二位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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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